歡迎收看鬼話連編 今天是 新的一年 八十三年元月一號 所以我們請到的來賓的組合 所以相當特殊的一位 很有代表性的 這兩位是我們鬼話連編 播出以來受到觀眾朋友 最熱烈迴響的兩位 我們特地來元旦 請他們兩位 一起到我們節目當中 來 第一位介紹的是我們仙姑 李亞萍小姐 歡迎 恭喜 恭喜 謝謝 幸運快樂 還有老師來了 我們中國乘坐養生協會的 理事長邱峰森老師 恭喜 恭喜大家 既然是元旦 我想我們就不要那麼可怕 輕鬆一點點 先請二位跟我們觀眾朋友 新年要新希望 今年有什麼新希望 今年我 其實我每一年都是一樣 希望大家都很好 雖然簡單一句話 但是包含相當的廣 對 邱老師有沒有說什麼話 需要跟我們觀眾朋友說說 狗年行大運 萬事OK 不過光將假的不太夠 既然是一個祈福的儀式 今年風調雨遜 有沒有什麼手勢可以 那一般來講的 我們仙家就是有個手印 這個扣起來 這個叫做扣請三官大帝 就是所謂的天官四福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就天官四福 就是希望我們是風調雨遜 國泰民安 我們女修正宮康泰 全國人民平安幸福 一生樂利 這個 好 祝福大家 早生貴死了 那邱老師看今年新的一年 大概這個趨勢是怎麼樣 運勢 運勢當然要談起來是 比較大了 很大了 簡單一點 那現在大概簡單 我們抓一個重點 那今年新的一年 是民國83年 那西元1994年 那這個83和94 就是一個樹木製的樹 我們講天樹 就是天體的因果 那談到說農曆叫做假序年 就是狗年 就是狗年 結果狗年的話 在中國立法叫做天樓帝王之年 因為神和序就是叫做天樓帝王 那序就是帝王 那假序 假就是屬於木 木的話就屬於人 那序 狗 狗叫做忠義之神 對不對 所以這個狗的話就是屬於義 所以假序 所以合起來叫忠義之年 忠義之年就代表說 又是碰到天樓帝王 也是今年這一年 如果你是心地善良 腳踏實地 按部就班 去做正正當當的事業的人 今年都會很有斬獲 那投機其巧的 他就會掉進天樓帝王 太好了 太好了 那在這個整體來講 那整體這一年來講的話 當然整個世界經濟局勢都不好 那在大體上來 在我們以臺灣來講 我們不要談到國外去 對不對 最主要我們臺灣大家好 那在工商社會 就是一種現況來講 在大型企業 今年因為是屬於天樓帝王的年 所以都是一個轉型 和調整的一種歲月 契機 那中小企業的話 那今年度來講的話 可能跳票的會更多 而且會關掉的一種 中小型企業 倒閉的 會很多 現在今年來講的話 一般的服務業 服務業會非常的一種 非常的一種風波 最賺錢的就是服務業 那就是我們 我們也是服務業 對 你們也服務業 一起做吃的這些的 那小工廠這些的話 會是油米沒有人燒飯 就是已經請不到員工的時代 已經來臨 那今年的金融方面 金融政策也會很多很多的 這種調整 所以今年來講的話 是一種盤整養金蓄銳之年 是 謝謝邱老師 上次李雅萍小姐 在我們節目當中 講過那些金融之後 那不是開玩笑 公司的電話打爛了好多久 然後雅萍家的電話 現在已經裝了八線了 聽說改行那個 改行 沒有啦 是真的是 我不知道你們節目收視率這麼好 是您那個講得特別精彩 沒有 是你們節目收視率太好 不簡單 兩位主持人恭喜恭喜 聽說這次期間你幫助了很多人是吧 也不是因為時間上的關係啦 跟我工作的問題啦 所以說有的我真的是很難過啦 就是說是在這裡借這個機會 也是要跟很多的觀眾朋友說抱歉 就是說是我很想幫 但是也許是很多方面 時間啦 能力 時間 都時間啦 都時間喔 你沒有辦法配合 所以說是真的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在這裡我真的是抱歉 但是我是希望就是說是 不管是你有什麼病痛啦 有什麼疾苦啦 或者是你有什麼不如意的話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是 你還有這種痛苦讓你來承受 就表示你還是很有福 對不對 一般來講的話 你什麼都沒有 你有不要去想痛苦 也不要去想幹什麼 就表示你什麼都沒有 那個時候才是最痛苦的事 所以說是人家講惜福惜福 在這裡來講的話 我是覺得大家都要珍惜 他自己現在所擁有的 那有什麼一切的痛苦的 想辦法去克服他 要惜福也要惜苦 對 不不 我都是要直服 我是有個疑問 為什麼雅萍姐會有 天生會有這種能力 其實你不是後天修的 你天生就有這樣 就是剛剛就是說在私底下 我跟這個邱老師有溝通 就是說是兩個人我們有聊天 就是說是原來邱老師的 他的遭遇跟我來講 是有點不磨而合 每方面的遭遇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怎麼會這樣 怎麼樣的遭遇 真的來講起來的話 因為以後天來講的話 真的是我完全都不懂你知道嗎 然後我也沒有很專嚴 去修 像一般來講的話 去打坐 修禪 對我來講這都是沒有的 我了不起 然後相跟相拜拜 就是這樣子而已 那可是就是真的講起來 就好像是一種電磁場的一個電波 對不對 老師這樣講 對 對 對 沒有錯 就是這種電波 就突然之間一種的接觸 搭上線了你知道嗎 就變成很多事情 冥冥之中好像感覺 可以感應到這樣子 而且還有一般 一些什麼生理上的毛病 或者是一些命理上的關係 都能知道 我們都可以一知半解 大概就這樣子 老師可不可以我們解釋一下 這是這個狀況怎麼可以講 那這種情況的話 就是說這個李小姐的話 她就所謂的 在一般來講 就是所謂先天的禀婦很特殊 在一般的學術來講 可是事實上來講 她的本身 身體整個一種組織 所形成的一種磁場 就是她的身體產生一個頻率 而這種頻率 她可以超越三度空間 因此這個李小姐 她整個身體的構造 如果說從事醫學解剖 可以找到她的問題出在什麼地方 可以嗎 可以 那也就是說一個人 擁有大智慧的人 或是有超能力的人 在她的頭蓋骨裡面 就是我們的頭部裡面 有一個地方叫做腦下垂體 是 腦下垂體它是屬於一種遺傳基因 和前世基因的地方 那像李小姐的話 她的腦下垂體 她特別發達 特別發達到超越了 我們三度空間 那也就是四度空間的訊息 她可以傳達到她那邊 那簡單來講說 李雅萍小姐 她的前世 用宗教來講 是應該比如說仙女轉世下來 這個我相信 在這個如果是說 以西方的一種宗教來講 它也就是屬於天使 也就是天使 所以它現在的 具有一種超能力 它也是一種超能力的現象 而這種超能力 它留有所謂的四度空間 以上的一種記憶 也就是所謂的前世記憶 那因為在神仙 他就本身就是具有這個超能力的 因此李雅萍她就擁有了 而且她的身體隨時和這個腦波 腦波和這個腦下垂體 產生一個頻率 它發射到四度空間 和她先天所謂的元神 就是所謂的神仙境界來電 來電以後 它反射到她的心臟 然後她會有一種預感 比如看到這個人 雖然他沒有像我行過面相 看了你大概你有什麼毛病 婚姻有問題 而且她的身體還有一個更微妙的現象 從她的第三腦室 第三腦室是空的 它是個氣泡的組織 它變成它那邊就產生了光 因為有這個頻率進來 變成一個光波 光波它變成最後產生一個電能 它會傳達到她的手上 所以它手上基本上它可以發射一些的光出來的 像我們 像我們研究這樣就可以發現它有這個光波 所以有些人比如說哪裡不舒服 他可以去摸一摸 就跟這個神仙一樣 對 我是覺得你會有這種現象 你是不是有這種現象 就是跟我有結緣 然後就稍微聊一下 或者是知道我的認得我的 但是不是很熟 她帶著她的朋友來 幫我聊一下 那剛好我有時間我就可以幫我聊 稍微治療一下 像剛剛碰跟我講說 最近好難過 真的好不舒服 那我稍微幫你看一下 蘆蝟好像在講 那個精神中 雅婷姐的心地真的很好 剛剛聽到說他很多時候幫人家 因為幫人家會消耗自己的真氣 對 是這樣 是 會稍微有很多能量的 那是不是替別人背了一些東西 因為是業障 所以這些我想要跟各位觀眾 要解釋一下 譬如說理解有這種能量 這樣來找理解 那不可以的 為什麼 它是就是說佛度有源的 他身體的能量 和某些人有特殊基因 才能夠感應到 那不是摸每個人都會有感應的 所以大家觀眾不要迷信 還是有病的話 還是找醫生 對 少知道是有關到 因為我是覺得 我接了很多電話 很多信的話 我就跟他們就回答 就是說 是我說 你先去到正式的醫院 對 就很正確 先去檢查 真正是有什麼病 你還是要找到明明來所謂的 幫助你 幫你把病治治好 如果說真正有其他不明原因的話 搞不好的話 我看看 譬如說像邱老師 有沒有緣 邱老師能夠幫助的話 就盡量幫助這樣 不 今天很開心 今天我真的得到一個節目 這個雅萍姐是仙女轉世 那我們這個 彭兒 下次你絕對不要再叫我 仙姑 不是 巫婆 沒有 仙女 那余天仙就是羅漢轉世 羅漢轉世 韓性轉世 好毒 現在知道余大哥 為什麼都這樣貼貼伏 還有就是最後要補充一件事情 就是剛剛講說流年就新的一年 因為叫天羅帝王之年 天羅帝王之年 對老人家上了六十歲以上的人 最不好 那也就是說六十歲以上的人 他身上的能量 因為天羅帝王 這個一種天體運行 產生一種所謂的三角形的磁場 會破壞這個老人人的身體組織 所以就是說新的一年 老人家會死掉的人數會增加 一般的特殊疾病也會增加 身體也會不好 身體也不好 所以在這一年 大家做子女的要照顧老人家 我們要關懷老人家 我們要對老人家好 對 擺善孝為先 所以那積善積福 就是天官四福 是 我們今天很難看 可以說兩位專家來 所以我們特別在節目最後 告訴大家 很多觀眾朋友寫信台給我們 他們有些拍出來很奇怪的照片 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我們也看不懂 觀眾朋友 您盡量寄來 我們節目既然有仙姑 我們希望將來能夠在節目當中 替大家近一點力量 看那個照片 從各方面 跟不同的角度 或者解釋一下 看看到底怎麼回事 是 是 是 希望大家盡量寄來 那今天非常謝謝 莉亞平霞姐 還有邱冠森老師的光臨 以及元旦 最後我們是不是 再來一個祈福的聲明 再祈福 一起來一個 天官四福 祝福大家 拜拜 謝謝